相信很多小伙伴在拿到驾照的那一刻 就迫不及待的想要开车去路上溜溜 然而大部分应该都是以刮到蹭到结束的 当然了估计有很多像小编一样 驾照拿了好几年了也没有开过车 那么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在科目三中有一个项目叫做汇车 当然了我们日常训练上汇车其实是模拟出来的 可是真正汇车的时候甚至是窄路汇车的时候怎么办呢 今天我们就聊一聊窄路汇车的小记忆 让大家都能顺利度过窄路 对于窄路汇车我们柔和了广大车友的小妙招 首先就是根据目测来测量一下道路的宽度是否足够通过 在窄路上我们进行完第一步之后 我们应当将车速降下来 并且靠右行驶 这点很重要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国车辆驾驶座都是在左边 而向右开会让自己对车辆的掌控力更好 然后这里一定要给大家提个醒 一定要注意后视镜 因为发生过很多小伙伴算好了距离 觉得完全足够通过了 并且也按照我刚刚说的 靠右行驶并且缓慢开过了 结果忘了后视镜的存在 当的一声 就可以开回4S店修后视镜了 这里一定要说的就是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在算距离的时候 一定要把后视镜算进去